字幕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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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相關 基本設定的部分 首先我們先到 基本的功能表記看一下 我們基本上可以看一下 它有Gmail Google的日曆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所謂的Google日曆 Google日曆一樣 我們可以去分你要月日 週天 我們可以去仔細去看一下 那 接下來這就是 記憶體的管理 我們可以看一下記憶體的管理 我們可以把它關掉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記憶體實際是1G 那目前已經運行 313M 那我們直接可以去做 刪除的動作 那我們看一下手電筒的部分 把它點開啟 看後方手電筒的部分 那 文件管理就是直接到 我們可以去看點 它有分為 你手機的 手機的儲存 跟SD卡 那SD卡 你就是看點 你要什麼地方 我們看一下它整個 的順暢速度 那我們順便介紹一下 使用超級肚子來跑它的 實際參數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得分是5543分左右 那我們 來詳細看一下它的 系統資訊的部分 那我們仔細可以看一下 手機的型號是ZP900 那品牌是Android 它的CPU主要是 搭載的6577的CPU 那是雙核 使用 ARMV7的部分 那是雙核1G 那螢幕的解析度是在 540x960 那我們CPU的渲染器 那我們使用的版本 那目前可用的空間 那還可以使用的空間 那SD卡的空間 那它的照相畫素是 3264x2448 大概是800萬畫素 那它所搭載的系統 是Android 4.0.4的版本 那我們主要看 它的跑分是在 5543分左右 那我們看一下相機的部分 相機就可以去 相機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去點一下功能表 那我們這邊就有 一些相關的設定 我們就可以自己去做設定 我們可以看一下 你要選擇的模式 那你的 色彩的效果 你的白平衡 那是否有閃光燈 HDR的設定 那我們鏡頭可以拉 拉伸還有拉前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計算機 計算機 當然螢幕是夠大 那再來音樂的部分 那音樂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先點個 直接可以挑專輯 然後讓它去做 播放的動作 阿巴士都還蠻響亮的 阿巴士都還蠻響亮的 一個人 在聚散 一個人 我在聚散 走在路上 淚流下 那麼荒唐 翻手挡住是我在逞强 一个人 为了什么 记忆的温柔 尖锐的执落 一道一道往我醒三个 往伤口里着 那么寂寞 为了什么 别说你难过 别再安慰我 最烂的理由 是你陪不上我 我没有你想象中脆弱 我会好好的 没有什么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时钟的部分 时钟你可以显示成在桌面 你去设定 然后还有闹钟的部分 那时钟呢 那我们要设定闹钟可以直接点选进去 去做你闹钟的时间的设定 我们看一下讯息 那讯息的部分呢 那接下来我们看设定 设定的里面就会比较详细 那首先有SRM卡的管理 那WiFi的设定 那WiFi的话你就是一般点进去去搜寻你附近的WiFi来去做设定 那蓝牙我们一样在开启蓝牙以后再做配对的设定 那资料的用量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目前手机 那音讯档的设定呢 我们可以去设为 我们点入 你的来电铃声你可以去设定 你是否要震动 那你的音量要多大 你的通知的铃声 那还有你的来电铃声 你的闹钟的铃声 那影像来电就是3G来电的铃声 你到底要设置是什么 那你触控播号的时候的音效是要去设置什么 那还有你触碰时是否要有音效 那荧幕锁屏是否要有音效 那触碰震动时是否要有音效 那都可以在里面去做自定义的动作 那显示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你的亮度 你要选择你的亮度 那你的桌布 那是否要自动旋转 那你荧幕休眠的时候 那你字体我们可以去 我们可以去调你到底要什么样的字体 有小适中大特大的字体 那储存空间呢 主要是看你的SD卡里面的储存空间 到底还有剩下多少 那电池的部分呢 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你电池的部分 以耗用是多少 那在应用程式里面呢 我们可以去选择你要的去检查你的目前使用的一些应用程式 那账户同步就是你要与 一般都是与Gmail去做同步的动作 那你接下来是定位的服务 定位的服务它有内卷GPS 那我们再把GPS做打开的部分 安全性 那安全性就是你要设定你的萤幕锁式使用滑动 脸部解锁图形解锁PINK密码 那记住你要 密码更改了以后自己就要去了解的动作 不然会有 忘记会比较麻烦 接下来是语言与输入法 那我们语言我们是选择 内建多国语言 那我们主要是选择是繁体中文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选择是繁体中文 那还有输入法的部分 那我们输入法我们可以把它设定成果笔输入法 那我们再去设定果笔输入法 我们一般把它预设为第一个 是注音PPM的部分 它语言是繁体中文 那至于备份与重置的部分呢 一般你要恢复原厂设定的时候 就是要点原厂资料的重设 它就把手机上面的资料去做清楚的动作 接下来时间与日期 然后开关机的设定 那关于手机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主要是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有跑分过了 那主要的机型是ZP900 那安卓伊搭载了安卓伊4.0.4的版本 那接下来这是比较一般的基本设定 那接下来的话 因为它是搭载着安卓伊4.0的 我们4.0的系统 你点了座部放尼克去设定 你要的东西 或者是我们到设定里面 你可以把你要的图示拉到桌面来去做 做你所想要 例如我要图片库 我点注我可以把它拉到 我做不要的地方去做 置入 那我要选择相簿也可以 那我们就把它点选 那我们桌面就会有相簿的动作了 那例如我的音乐 那我音乐把它放在上面的地方 那我们把它拉到最旁边去 我们音乐放在最上方的部分 那是安卓伊4.0 它也是可以自己做自定义的动作 那你的世界时钟你要怎么放 那还有一些相关的小工具 那你的长期的浏览器你要怎么放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可以改变成这个样子 那当你不要的时候当然也是一样很简单 当你拉着我们往上丢就可以移除 其实是很方便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安卓伊4.0的基本一些相关设置的部分 以上就是阿逊手机房 为您介绍这一款ZP900的一些相关基本设定 这一款相关基本设定